这主播虽然卡努的海风 直接影响的是北台湾 不过因为受到脚雨效应的影响 最强风会出现在台湾的南北两端 所以看到恒春这一边 上午风是逐渐的增强当中 椰子树是摇摇晃晃的 再来看到海边的状况 浪潮更是明显的变大 马上来看一下现场 大浪打上岸边 海上也推出了一波波的长浪 因为卡努台风的逼迹 中央气象局对7线市 发布了陆上强风特炮 最大阵风会来到9到10级 而台风接下来引进的西南风水汽 恐怕让中南部地区雨量下得 比北部还要多 不过看到横出海边的云层 已经是乌云蜜幕 可能随时都会下雨 提醒南部沿海一带的民众 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好了以上视频掌握的最新讯息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